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此这一锅搞定的饭会让你开怀大笑 也让你的家人开怀大笑 而且换一下口味我相信也会非常的不同 那这道饭主要的食材只有米 只有米 这个是从上次视频我介绍过 地中海或是墨西哥人的食品当中 他们的饭类都会添加很多的这些素材 以及添加一些调味料 那这些调味料主要是让他们的米饭增加菜色跟味道 因为他们地中海或是墨西哥人的米饭都非常的干涩 不像我们香米啦 再来米 蓬莱米都是很柔软的 而且很有Q弹的 但是他们就是非常干燥 所以他们在米里面都添加很多这样子的调味料 但是我们呢 米饭没有添加调味料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米饭是为了要配合我们的三餐的三菜一堂 因此呢 这样子的就会造成我们在厨房里面的很多负担 今天呢介绍一下地中海跟他们墨西哥人做的这些食材 然后我就把它转换成我们东方人的口味 那我试过了 我发现口感真的也不错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一锅到底就把小孩都搞定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食材有什么 今天主要的食材是白米 像有调味料的饭是不需要新米 或是Q弹的蓬莱米 日本米的 现在你在镜头看到一堆调味料 这些调味料的成分不外乎是盐 胡椒 辣椒粉 还有可能会添加一些起司粉 你看到这些调味料有带黄色的 就是有姜黄粉在里面 在北美使用姜黄粉在肉类食品是非常多的 好 左边你看到这就是我们东方的调味料 我目前所有的调味料就是这些 红葱酱 盐 鸡精块 油跟麻油 当然你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酱料 在煮米的时候别忘了添加食用油 添加食用油是使米饭更有润滑度的 如果你在当地可以买到当地的调味料 那就更好因为你的选择 以及口味就更多了 现在我们把米洗好 也把刚刚预备好的调味料都加进来 同时我自己也喜欢添加一些五谷 这样的米饭会比较营养 今天我加的就是藜麦 好 我们现在放电锅咯 在等饭煮熟之前 我就多预备了一些简单的玉米炒肉丝 这个纯粹给我大耳朵吃的 因为它的食量特别大 好了 饭好了 哇 你看看是不是色泽很棒呢 尝起来也真的不错 然后你可以搭配刚刚我炒的玉米炒肉丝 不错吧 ok 一锅搞定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色香味俱全的饭 真的有地中海风味 又有我们华人喜欢的葱香味道 因此中西合并是蛮不错的 那刚刚你看到的这个示范 里面呢就有肉片以及青菜 基本上你可以把肉片青菜都可以删掉 因为呢第一次示范 我只是纯粹的做米饭跟这些调味料 所以在你把调味料都放好之后呢 我会建议你 灯灯添加香肠 香肠是全家大小都喜欢的香肠 因此呢你可以把香肠切片 然后铺在米饭的上面 再来呢就是添加比较营养的 红萝卜啦玉米啦以及青豆 整个货在米饭里面 这样子这一锅饭就真的搞定全家的胃口 因此你可以试试看 让你的疫情期间厨房工作变得轻松如意 好谢谢你观赏下高厨房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